OK 就是美国人到中国去的话 我们其实中国做一个民族的话 他对客人 就是远方来的客人 他的态度都是一种友好的态度 他不会因为你说英文跟他沟通不好 他不去跟你做沟通 他们会从你的 facial expression 他会去猜你在想表达什么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 我觉得你继续用你很破的中文 去跟他沟通也是没有问题的 他也是在中国 就是说的客户他也会去猜你要表达什么 那像我在那个台湾教书的时候 就有美国老师 他跟我说他要吃胶水 You know 胶水就是glu 结果他是想要吃dumpling 但是他这个就是中文 他就是刚刚就是说reversed 对 他就是刚刚相反的 所以说我们一猜 哇他要吃什么呢 结果哦 对他要吃水饺 对其实我们是会去猜他要去想表达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我是觉得 嗯 你去的话你讲英文也没有关系 因为英文成都在 就是中国的话 很多人都是 应该是蛮棒的了 所以说我觉得他到 一个环境 美国人到中国去 美国人到中国去 他就是 easy feel easy because 因为大家对于 就是国外的客人 他都是非常的友好的 他不会 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 会说 啊你很烂啊 怎样怎样 大家都会尽力帮助你 所以说 don't worry 我们来吧 PEEASY 谢谢大家